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大概分几个 可能要会进入到实质的一些 语音的一些音标的分类等等这方面的 因为我想我们这堂课 因为前头有一个语音学的基本知识 大家已经初步掌握了 所以我想我们这门课更多的放在一个练习音标 基因和分析音乐系统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那些空的理论 我上次已经把参考书给大家说了 大家我想都有能力去阅读这些东西 因此在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我就不多讲了 更多的是讲从我个人的实际经验完了以后 来传授一些关于音系学方面的具体的知识 但是即使这样还是要 因为分析英文系统的话 它要设计到音标的 语音的很多很多一些基本的东西 有些东西还是要说一说 今天要讲 首先是分析语音的三要素 语音跟所有的其他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是由人嘴发出来的 因此的话我们分析语音的三要素 第一个就是分析它的物理 大家都知道物体的振动产生音波 通过空气或者其他的媒介来鼓动人的耳末 刺激神经系统来掌握掌管听着的那一部分 就是人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辨别声音的四个要素 一个是音高 音高是根据声音颤动的频率多少 一般人们听到的声音的频率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一般是在1500到3000这样一个赫兹中间 这个声音是人能够听得到的 而且是比较好听的 那么再低的可能人耳朵就听不到 再高的也一般再高的就听不到了 那么音长实际上就是比较好理解 音量实际上是指声音的个性 就是同样的音高 音量和音长的音色可以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发一 阿 呜 呜的时候 这个音量就不同的 那么音色是指发音的个性 比如说男的女的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一听也都听得出来 这个是谁发的音 就是人们的耳朵所感觉到的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接电话就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 这个它传递给我们听觉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几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音高和音量 这个往往在语音上是完全靠它来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是指声音的物理基础了 另外生理基础 生理基础实际上指人的发音器官 这里头主要是包括呼吸器官 就是你的声音的动力 第二个是声带 就是声源 声音发生的来源是靠声带的颤动 刚才我不是前头说了物体的颤动 那我们的语音主要靠声带的颤动 再第三个就是口腔和鼻腔的 对气流和声带颤动的调节 调节出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声音 那么这个的话我想 关于人的发音器官的一些物理的因素 我想要讲也会讲很多内容 比如说我们发音器官的构造 包括指挥声带的有哪些东西 完了以后 人的发音器官的口腔和鼻腔 它会模型是怎么样的东西 我想我们这方面就不去讲了 估计可能过去是不是已经讲过 另外罗商培和王军普通语音学高耀这方面都有一些图 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就不下很多功夫去分析那个东西 第三个的话 语音的社会基础 这个是指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窍 和语言一样 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说我们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 这个民族的语言和那个民族语言 这个方言和那个方言 这个点的话和那个点的话之间的差异 都是因为社会历史长期演变以后造成的 因此的话我们分析语音系统的话要注意到社会因素 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将来在归纳音乐系统 整理音乐系统都是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下面我们想就进入正题了 就讲语音的分类了 那么根据气流在口腔和鼻腔的共鸣器中间所遇到的阻碍的情况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将语音首先分成了两大类 一类是原音 一类是辅音 这两大类区分的原理是什么 辅音是一般在口腔和鼻腔中间受到阻碍 有的是全部阻碍 有的是局部阻碍 全部阻碍就是色音色擦音是全部阻碍 局部阻碍是除了这两类音以外的所有的音都是局部阻碍 比如说像鼻音边音擦音颤音都是颤音的话是不断的来回的不断的发生阻碍 这个形成的声音 原音一般在口腔内只有鼻腔和口腔进行调节 并不发生阻碍阻碍 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下面我就分两大类来介绍这两类声音的分类的原理和分类的情况 第一大类就是原音的分类 大家知道原音分类的考虑的因素是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口腔的开合 第二个是舌尾的高低 第三个是嘴唇的圆展 这三个因素来调节我们的原音 那么根据这三个原理的话 我们把原音用国基金标 把各个点的原音每一个点用一个符号来代表 这个符号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音位区 一个音区 发音的音区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表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原音的分类表 这里头呢 我们只列了这个大概在口腔中间发出来的一些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些原因 那么这个表呢实际上反映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分类的一个基本它的原理 你看呢 这个根据那个舌尾的前后和纯形的圆展 可以分前缘影 央缘影和后缘影 那么前缘影中间呢 也可以展的 也可以圆的 央缘影呢 也有展的 也有缘的 后缘影也有展的 也有缘的 后头我们看到舌尾图就可以看到了 另外呢 我们把舌尾的高低呢 分成了若干个档次 有高原影 次高原影 次低原影 和低原影 而次高和高中间还有一个中间的状态的原因 这个每一个档次中间都有一个中间状态的原因 都有一个符号来代表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表呢 就底下再看看这个舌尾图 刚才我说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类的原理呢 就是舌尾的高低 嘴唇的圆展 和口腔的开合 这个舌尾图呢 实际上就反映了人 这个舌尾 舌头位置和口腔的一种关系 这样一种形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头呢 有这样一个说明 这个舌尾图啊 这个地方是前 这条线是前 前头 这条线是央 这条线是后 那么 线的左边是展纯的 线的右边是同部位 不畏相同 但是嘴唇是圆起来的 大家看我发音 这边的是 嘴唇是展开的 那个是 那边那个是 完了以后 如果说 后里头都不动 那么广是把嘴唇调这一下 就可以看得见 那样 是不是啊 把展变成了圆 就变成了不同的音 这就是嘴唇 来调节声音的一个原因 一个因素 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舌尾呢 分成了四个档次 这是高 这是次高 这个次低 这个是低 高跟次高中间还有一个中间 这个次高跟次低中间也有一个中原因 次低到低原因也有一个中原因 这个都是根据那个人口腔的那个 首位的高低口腔的开合在调节的结果 那么这个刚才我说了那个前中后呢 这个是指那个舌尾 舌尾如果往外生一点就是前原因 往后缩一点就是中原因 再往后缩一点就是后原因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描写一个语言声音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说 有的时候我们某一个语言中间 可能没有到这么高 可能比它稍微低一点 实际的语言中间稍微低一点 我们就要描写 我们现在可能用的是这个符号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语言中间的发音 可能比它稍微低一点 或者是稍微靠后一点 这个我们在描写音乐系统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此我刚才说了 实际上这个符号 实际上代表了这样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发出来的音 我们都用这个符号来代表 很可能在这个语言中间 和另外一个语言中间 同样一个一符号 可能它的实际的音质是不完全一样的 是有差别的 或者这个点的一 跟另外一个点的一可能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话中间 这个阿是用的这样一个符号 我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符号在普通话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 如果说我们说爸爸的爸 这个阿是这个很自然的阿 但是比他实际上要靠中间一点 他嘴唇不是展的很厉害 不是爸爸 这样的声音大家听了以后不自然 他是爸爸 一个很自然的阿 这个阿实际上它的位置应该在这 要靠中间一点 那是爸 但是大家知道 人比如说地坦的坦 坦 他也用的这个符号 是不是也用的坦 也用这个符号 但是大家听坦 坦 到这个地方他没有说坦 如果说坦字 听了以后好像挺别扭 一定要说是坦字 就说明这个符号在坦这个字 这个音节中间 它实际上受了两边辅音的影响 它发生了一些语音上的变化 再比如说逃跑的逃 逃也用的是这个符号 也用的是这个阿符号 大家想想 逃 逃 它不是逃 是不是 没有发到阿的那个程度 是逃 所以这个同样一个符号 在一个语言中间的不同的语言环境 它可能实际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只有我们分析了这个它的条件以后 在这样的条件它可能念O 那样的条件可能念I 那样的地方 只有在爸爸的BA中间才念阿 所以同样一个音在不同的位置中间 它的发音是不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在整理音位系统的时候 要把这个阿要进行描写 说明它在什么条件下 它是念实际的音质是什么 什么条件下 实际的音质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要进行描写 否则的话 你这个音位系统不告诉的这些条件 人家在学这个语言的时候 学的就不完全不像 这个就是 后头我们要讲到的 就是讲到的音位的遍体 就整理音位的时候 还有很多一个语言中间 可能用这样一个符号来代表这样一个音区 这样一个区域 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发音 那么要把这个条件说清楚 这样人们看你这个音位系统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符号在这个条件下 它是念什么样的音 在那个条件下念什么样的音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是这个十位图 那么十位图大家看看 上头还有一些有几个原因 我没有说到的 就是那个脚脚上的这么几个 为什么不放在图里头呢 这四个是我们把它叫作为舌尖原因 这个舌尖原因是一般在汉语中间 或者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中间 但是一般我们也有不同的条件 但是一般我们也有不同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之 后头发现那个员 后头一个员 这个员实际上是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说儿子的子 呃 知道的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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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原因大家听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由于在知识事后呢 不出现这个符号 只出现这个符号 在知识事后面 只出现这个符号 不出现这个符号 往往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因为来处理 最后呢 我们讲到归纳因为系统的时候 会提到这个事儿 因为他不对励 他在这个这个这个就像这个在一个舞台上 红脸上来的时候白脸就不上来 白脸不 呃 这个这个上来的时候 红脸就不上来 那么这个这个角色呢 也可能一个人演 这个就是这个原理 呵 那么现在的话我想就是把这个发音的原理 这个已经跟大家说明白了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学这个原音的发音的这个实际的状况 那么我想呢 首先要要求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八个基本原因 就是八个标准原因 我们把它编了号 这个符号叫做一号标准原因 这个符号叫做二号标准原因 这个符号叫做三号标准原因 这个叫做四号 顺推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这个八个标准原因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往往许多语言中间 一定有其中的这八个中间的几个 所以说最常用 那么这个八个标准原因呢 它所在的位置呢 大家刚才看到了 实际上是刚才那个十位图的 这个几个站的 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第三个是这个 第四个是这个 第五个是这个 第六个是这个 第七个是八个 那么剩下来的这些原因呢 它都是偏空 但是呢 剩下的原因大家也不要小看 因为在某些语言中间 那这个可能某一个原因就很重要 比如说像我这个家乡话 这个原因就很重要 比如说我说T字的T在我家乡话中间 使用的是一元音 天上的天就这样 T T 偷东西的偷是这个 T T T MES T T 就我家乡话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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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哭 哭 流氧的哭就是哭 完了哭 那个仓库的哭就是污 所以在我的家乡画里头 不仅仅八个标准原因有七个用上了 而且还有这个原因 这个东西在具体的一个语言中间 有的时候这个原因分布非常复杂 那么我刚才告诉大家 这个八个标准原因一定要学得非常准确 把它的度掌握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大家将来发音的时候 记录的时候就可以能够掌握得比较准确